我拍一段簡單的教學影片 關於如何安裝Comet這個瀏覽器 因為瀏覽器這個字比較窍後 我叫做browser 如果是安裝的話 其實就是在Google裡面去搜尋 去搜尋Comet 因為我會建議大家用Google去搜尋 好過我給你一個網站連結 這樣會比較安全 不要隨便按別人的網站連結 直接去Google搜尋是最安全的 你在Google搜尋到Comet之後 其實上面這些就不用看了 因為上面是贊助結果 不是一些廣告來的 最主要就是在這裡 就是perplexity Comet是屬於perplexity 即是perplexity是一個AI Comet是一個屬於它發展出來的browser 我會覺得browser是一個很重要 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東西 因為browser其實就是大家上網 和互聯網接觸的大門 即是大家平時用Chrome 但其實很多AI都在發展 就是有自己的browser 因為你掌握到browser 其實可以掌握到整個 整個user experience 當中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數據 數據就是其實在AI時代 是一個最重要的黃金 是一個石油的重要資源 好了 去到這裡 因為它只有Mac版 沒有手機版 沒有PC版 所以簡陋一些 但我覺得我會看好它的 在中間看到download comment 這樣就按下去 如果大家都有download開一些東西 有裝在Mac那裡 就是一樣的 就是你把comment 裝進application裡面 可以按兩下 這裡其實就裝好 就會見到大家在螢幕裡面 我縮一縮 就會見到這個browser 就直接在這裡 這個就是browser 大家在這裡上網 就已經是可以直接用的了 例如說是今天的新聞 當是 它直接去search的時候 其實你會見到它 我按進去之後 就是我示範的 我按進去之後 其實你會見到它 其實在右邊 可以有個assistant 當你按assistant的時候 其實這裡就好像 大家用開AI的話 就知道 好像checkGPT一樣 左邊就是正常的新聞 其實browser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不用再copy and base 左右已經是一切 所以我可以在這裡 我直接來 我可以問給它 總結 總結的話 然後它就會 根據左邊有的內容 去混合相關的總結 所以就變成 你可以不用看左邊的東西 然後你見到它就將 這個以下就是香港01 的今天集結 你看到這裡它很整齊的 列了一個 bullet point出來的 整個 整個的 是很整齊的 其實你見到 例如說我可以試一下 對一對 好像今天第一段新聞 就是講港鐵手市 這個無人機 巡台水道 那這裡它就已經 又放在這裡了 那這裡直接就是用AI 它在這裡已經拿出來了 那這裡來講 其實發展空間很大的 分析 例如說這個 港鐵手市 無人機 磁磁魔 那這裡它其實就可以 所以你見到它也有跟著 Source 那其實你會見到它 就會將這裡的東西 其實我都未按進去的 即你按進去的時候 你會見到它 已經直接把這裡的東西 簡化了在這裡了 例如說港鐵市 這個無人機是什麼意思 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那我呢 之前試過的經驗就是 跟很多AI一樣 是要搶的 搶的意思是 它這個是最簡單的版本 其實你可以做到的 就是你可以問它的東西 例如說我要詳情這樣 根據你要的東西 它就會真的 會再給多深一層的東西 例如說它這裡測試背景 技術細節這樣 那我這裡試一下對 有這個Leader的東西 然後你會見到左邊 的確是 例如說那個技術是什麼 在這裡是對的 就是紅閃燈的綠像 你會見到這裡是對的 那它就變成是一個直接 好像你直接通過它 通過這個AI 你就可以直接去上網 和把一些網頁的東西 可以直接在這裡 去做 summary 那我覺得這裡的發展空間 是很大的 那尤其之前 上一段有段快片 就是試過是用YouTube 就是在這裡看YouTube 就是在這裡播YouTube 都不用加進去 它直接在這裡 已經可以把YouTube的內容 直接在這裡 summarize 就是它幫你看完一段片去 summarize 那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的趨勢來的 就是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就是已經就是不需要再經這些 這樣的網頁和混合這些廣告 在右邊這樣直接去做 summary 那這個我覺得是前途無限的 也是大家可以儘管去試 我覺得大家有不同的use case 就是在這裡看新聞 那大家可能會去做research 或者可能我可以找個食譜 那我也要plan一個旅行 我想選一些YouTuber的旅行片 看看它裡面推介什麼餐廳 然後我想它在這裡 summarize 是前途無限的 我覺得 那講著這麼多 大家都一起試一下 暫時是這麼多 講到這裡 拜拜